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平时做speedram呢 就是在我的object出现的时候 我会标一个点 然后它离开的时候 又再标一个点 把那个重点放慢 然后把前面加快 就会有这种speedram的effect了 这个effect一定要学起来 让你的影片更好看 记得看下一集教你更多小技巧 Bye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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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